听故事,挺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明哥 关羽长威镇华夏,梦起明镇观中 而马超素有吕布之勇,曾和万人敌张飞战成平手 远在荆州的关羽听闻,于入川挑战马超 此时,诸葛良的一封信夸了关羽几句,劝阻了关羽 消灭了一场无谓的争斗 关羽和马超同为蜀汉武虎上将,武力差距并不大 但两人比武,关羽悲死即伤,首先关羽年近六十,马超正值壮年 关羽挑战马超时,年近六十,早已过了巅峰时期 反观马超,四十多岁,正是巅峰时期 如果关羽早二十年和马超比武,那时关羽处于巅峰时期 他取得了展颜梁,朱文丑,过五官,斩六将的辉煌战机 马超的巅峰时期,也就是和徐楚打战三百回合 与张飞从早逗到晚上,不分上下 马超毕竟没有斩杀过如炎梁、文丑这个级别的名将 这和关羽的战机比起来略显逊色 因此,如果两人在巅峰时期比武,胜负未知 或许关羽稍胜一筹 此时,年近六十岁的关羽年老体衰 论体力,论反应能力,都不是年富力强的马超对手 其次,以庞德为参照,关羽与之战成平手,被其射中左臂 而庞德逊色于马超 关羽和庞德单纯比武较量,平分秋色 而庞德善于射箭,并射中关羽左臂 更何况,关羽号称重箭王 而马超的箭术是一流的 只凭这一项绝技,他便可胜过关羽 最后,仕途马以为老马 仕途还行,速度耐力等都大不如从前 古代战马四五岁成年,一般服役期不超过二十年 对剑状时期为十年 赤兔马比一般的战马强壮,服役时间长 从他被董卓发现,送给吕布大约是公元一八九年 到公元二十九年,最少服役了三十年 关羽在刚得到赤兔马时,凭借此马的速度优势 瞬间秒杀炎梁,毒杀文丑 现在他从荆州北伐时,和庞德也仅仅是战成平手 可想而知,一个好的装备可以大幅度提高武将的战力 此时的关羽坐下赤兔马不仅没有前期的速度优势 就连耐力也有所下降 只是关羽身在其中没感觉到罢了 最后,关羽败走迈城,赤兔马被伴马所绊倒 关羽被擒 根据关羽和马朝巅峰时期的战机 推断出巅峰时期的关羽和马朝无力相当 但是关羽凭借赤兔马的速度优势可能略胜一筹 现在,关羽既不在巅峰时期,赤兔马也过了黄金时期 迟暮之年的关羽,无论是体力,反应速度,都和年轻时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因此,迟暮之年的关羽和壮年的马超比武 短时间内,他们两个是分不出胜负的 战到数百回合,继续作战的话,关羽非死即生 你们是怎么看待关羽战马超的呢?